我們今天畫面有點擠齁 沒關係我們今天要來做一件事情 媽咪 今天他有 他的那個酬勞 他剛剛還在睡覺打呼 因為他剛剛在睡覺打呼 剛剛出去玩很累齁 可是我們今天要做一件很特別的事 就是要請他來幫我們開箱這個 RX100N7 你不要偷吃啊 RX100N7齁 然後這是銅捆包 你不要躺下來 吃雞肉了 快點 起來 起來 對 起來了好 吃雞肉 我們今天要麻煩你開箱了喔 拜託 吃一塊 來我們現在要用他 好我們就要來開箱 好我們要用他的手來幫我們打開這個 RX100N7 你不要一直看那個 你要看這裡來 好 開 開 喔開了 打開了 打開了 幫你打開了 唉 你的手借我啦 好啦 你在這裡 好餓 他打開NG之後 你這樣很難勾 你快點啦 麻煩你快 打開 打開就可以吃雞肉 你不要一直看雞肉 打開播出來 我們只要把NG拿出來任務就完整了快點 快點 快點快點 阿通人包裡面 阿你手幹嘛縮走 你幹嘛阿 快點 我們把通人包好 通人包先放口面 我們只要把NG拿出來就好 把NG不是雞肉 NG 好我們打開 他要進去 好嘞 喔 你敬業一點 快點 敬業一點 開箱 開箱 喔 開了開了 你不要一直看雞肉 雞肉在這 開了 登登 打開了 給大家看一下 阿 好啦 你等一下啦 強迫你 阿 你好難控制阿 好啦 你不要躺下 快好了 快好了 起來啦 阿 阿 你很生氣 阿 好吃雞肉 來 再來 吃雞肉 吃雞肉 起來 起來 坐好 肌肉 肌肉在裡面了 肌肉在裡面了 對 肌肉在裡面 肌肉在裡面 我們把它拿 手機 我們把相機拿出來 好 相機拿出來就是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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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了 我們正常來開箱 剛剛我們看到銅捆包 M7的銅捆包 然後它就是裡面有這一盒 這一盒 它就是M7 然後一些說明書 然後報票在這裡面 好 拿掉之後 打開 你現在才有活力是哪招 吃飽的 是不是 打開裡面就是 盒子就長這樣 對 好 然後裡面有充電線 豆腐頭 好 好 重新先動不到 而且覺得你每一盒裡面都有雞肉 沒有雞肉的啦 然後 還有這個 就是 綁手環 然後 但是它銅捆包有個 有個優點就是 這次銅捆包賣很快 所以大家看到的人趕快去買 而且它現在有優惠 如果它銅捆包只要加兩千 它就再送一隻手把 跟另外一顆電池 對 你就是會有兩顆電池 這真的很優惠 它這次銅捆包真的很優惠 好 我們就要強迫它 要不然免得不要我被告 好 它銅捆包會有優惠 然後裡面打開 這剛剛用它手拿出來的 就是M7 本體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小吊卡 好 再看銅捆包其他東西 銅捆包裡面還有這一盒 好 這一盒 這兩盒我都還沒開 我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我們這先放旁邊 好 好 可以手 扁著這一盒有 它的耳機轉接 好 拿出來 然後 耳機轉接 冷靴 熱靴轉冷靴 因為它沒有附熱靴座 其實它 這是它的手把 打開有 它的手把的 保護套 好 保護套 好 老套 然後這手把 所以你這個有手把喔 對 有手把 欸那我問你 為什麼我那時候買M3的時候 就是很簡單的東西 就機器 因為那時候其實東西沒有很多 而且它這一次它主要是做成 就是 大家因為最近拍影片真的是很夯的東西 對啊 我沒有這個東西欸 所以對 它把影片然後 我們現在先把手把裝上去 你先裝上這一個 你才可以 才可以加麥克風 好 對 你知道我當不買M3的時候 就是一個機子跟電池 就這樣欸 對啊 就是一個機子 啊這個手把 這 相機鎖這裡 然後 麥克風鎖這裡 對 這樣子 然後它還有一支保護套 然後它的保護套 也有做到就是 它這個 是可以放進去的 所以手把跟這個 可以其實都可以套進去 這一盒是現在到9月1號送的 這一盒是它 現在到9月1號送的 我再重新一次齁 那它送的 它裡面有什麼呢 它裡面有鋁充 跟再一顆電池 有沒有 鋁充它這邊可以接 接插孔 然後 再一顆電池 所以總共會有三顆電池 所以總共會有三顆電池 你在9月1號前 去買同捆包 就都會有三顆電池喔 等於說 你不用再買任何一顆電池了 這個我覺得三顆電池 其實足夠你去國外玩的 因為加上它這個鋁充很小 可以接USB 可以接行動電源 好 可以 接行動電源充電 那你就不用再買了 因為你沒有再換上去 再行動電源插上去 你隨時都可以用 你這個鋁充 對 這個鋁充我是第一次看過 不過我對Sony本來就不熟 沒有 Sony以前沒有這種鋁充欸 對啊 它這一次就有 所以這一次真的送的很好 這個是送的通捆包 對它這一個是通捆包送的 通捆包要加錢啊 你平常的價錢是3500吧 然後加這個3750左右 左右吧 才會3700多 我再打到後面 然後 現在就再多送這一盒啊 所以你的電池會變成三顆 然後還有鋁充 對啊 所以我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消息 我去到那邊 因為我一開始去Sony的專賣店 我找了三四間都沒有 所以通捆包是你自己可以決定 你要不要加購的 對你要不要加購 它 我去的三四間都沒有 然後一直打電話 到了漢口街那一間 才有 我打電話 他說 他說還有 那我就過去拿 我才知道說原來送這麼多東西 然後 它還有一個 可以加價購 你原本四千塊的 耳機 欸不是耳機 麥克風 原本四千塊的麥克風 就是便宜一千塊 可以買到 兩千九 然後 它還有送這一個 其實我在去買之前 我就已經有看過那個 那個 Man's Game的 頻道 齁 我不知道它這個應該都是送的啦 它就說這個一定要必備 一定要必買的 齁 這個 握把 握把 他說要一定必買 可是我的是送的 我也沒有買 他就是送給我這樣子 芳花手柄 所以就是這些東西 齁 其實我覺得它這次給的 蠻有誠意的 我們要做結尾了 那 大家看到齁 這次真的很精彩齁 啊 這些買下來的話 扣掉 因為我還有多買腳架 大概價錢是在 四萬二 四萬二 因為加了這一顆麥克風 那其實我 一開始在錄的時候 其實是用M3 所以我就 那時候就有在想辦法 就是要把M3 裝上 音源孔 可是它這次終於給了我們 音源孔 齁 所以我還是買它 來用 好那今天開箱就到這裡啦 辛苦Money啦 也辛苦小文了 那 也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 下一次有測試再見 我們明天應該會去游泳 我們明天應該就會帶大家去 好不好 那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現在在外面了齁 然後 我現在 SONY這邊用的是 4K 然後機級的齁 那我們就邊走邊講齁 那SONY這次4K機級 可是問題是 它好像裁切完之後 就變得 比較 就比較 不夠那個齁 所以其實要是可以的話 自拍 最好還是拿 又1080 不要用4K 然後我對比的話 我會放GoPro 就是因為 GoPro它的防震 用得還不錯 而且所以齁 我對比是用GoPro 那我們現在 現在就是用 1080機級了齁 1080機級它 後面你看大很多齁 那後面大很多就自拍 或是怎樣就比較剛好 等一下我喬一下齁 對啊自拍或幹嘛就會比較剛好齁 你們看會現在比較大齁 後面空間都比較大 那它穩定度的話 我們等一下之後看齁 因為我現在就是 兩隻手拿啦 我也不是說同一隻 我盡量把它靠在一起齁 我們就把它靠在一起齁 哇好大隻喔 對啊 好啦那這樣子大家應該知道 說它其實看它的穩定度齁 到什麼程度齁 因為其實 RX100M3 當初我在用 我就覺得它穩定度不錯 我不知道它這一代有沒有在提升齁 假如說它在提升 那真的是完全不用靠 三種穩定器齁 它就是這個 整個就是真的非常 方便的一個小型錄影機齁 今天我記得 這個大席提升 我聽到嗎 就不要再說 傻瓜 我們只看 二uccine 我們就可以 我們可以進去 我們處理一下 那一塊 我們可以進來